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我们内部有一件 内部自己解决 我们不是要隐藏我们的罪过 而是要奠定居士对三宝的信心 诸位 看到三宝有信心 我们多么的宽喜 看到居士对我们出家人没信心 情何以堪啊 我们是深宝啊 互相勉励 不可以卡住某一种观念 站在某一种立场 完全不考虑时空和背景 彼此随伙不容 有的居士稍微懂一点佛法 就目中无人 心生大我慢 说我是唯摩基士 自信就是佛 不必去道章 不必归一三宝 这是很可怕的思想 看看六祖 六祖那时候 接到五祖的法已经大悟 那时候叫做卢行者 卢行者 六祖接到法师 再加基士呢 不是现出家相呢 六祖接到这个正法以后 接到五祖 传这个一波以后 但是最后 才拜师 再剃度的呢 以六祖的这种境界 最后还得先归一三宝 再做剃度的仪式 再现出家相 诸位 三宝 是整个佛教的根本 我们要敬佛 敬佛 敬佛 无论出家在家 不必要口业清净 啊 闭上 你的嘴巴 苍蝇 永远飞不进来 我们要接对的清净 这个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不说是非 不传是非 不听是非 不打妄语 佛法尊重 每一个人 同时解脱自我 小圣 不可以诽谤大圣 说大圣非佛说 大圣 也不可以批评小圣 说是娇丫败总 不要这样子 佛法并没有大小圣之分 是因人而异而已 法无大小 因人而异 哪来大小 大小圣 只方便说 不可以 因为归于某一个法师 而是诽谤另外一个法师 不可以依止某一个道场 而且攻击另外一个道场 南传北传 藏传 本来就是一家人 更不可以因为自己 修某一个宗派 制作为最殊胜 便前盘否定别的宗派 若制作 我这个宗派 一定对 一定是最好 别人一定错 这个是二支箭 邪箭 非佛的正箭 佛的正箭 劫不利任何的支箭 因为利任何的支箭 叫做清静心上 头上安头 非佛地址 不可以到处 用不记名的黑函 报章杂志 攻击对方 丑化对方 扭气别人 不可以这样子 非常损自己的德 对方不好 对方自己护印过 收到了 有伤害佛教的信件 报章杂志 主委 拿掉 消灰 从此消掉 为什么 对我们三宝 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 南传北传 藏传 共一个福祖 共一个世尊 八大宗派 共一个佛心 我们佛教 没有理由不团结 你说是吧 佛门内斗 水火不容 只会给外道 亲事 瞧不起 无量众生将士气对三宝的信心 刚好中了有心人之计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